其实最直接的就一点好处 就是呢 美国他的宪法第十四条 做了明确规定 只要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 不管你父母是哪的 这个孩子就是美国人 就享受美国人的福利和各种公民权利 所以这个呢 恐怕是最为直接的一个诱惑 其实这个现象的不光是说中国人 你像这个韩国呀 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 印度啊 也都有好多人到美国生孩子 冲的都是美国的这个权利和福利 那么中国大陆这些年呢 赴美产子的这个态势啊 是越来越高 你看在2007年 就是有数据可考的 中国大概有600多名中国妈妈 在美国生了美国孩子 那么到了2012年 这五年间翻了十多番 人数涨到一万多人 很真诚 如果我有钱我也得去 肯定是他肯定能寻出到 更运辉的那个教育资源啊 什么人文资源啊 肯定都更好一点 那就是给下一代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吗 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还是机翼大于风险吧 那么说富美生孩子 得花多少钱呢 广告上说 给我十万元 还你一个价值980万的美国宝 它是怎么算的账呢 它意思你拿十万块钱 那980万呢 它是通过就是上大学呀 什么各种福利呀 它给算出来的 那么这十万块钱呢 咱十字求是说 已经是富美产子的最低价格 有的在网上说 我们八万三千块钱就能办 你别忘了 它所谓八万三能办 是指你生孩子之前之后啊 大概这三个月 就是你生孩子之前两个月 你就得过去了 然后再做月子做一个月 然后再回来 这三个月时间 所有发生的费用 但是这个费用里呢 它并不包括 去美国回中国往来的飞机票 还有签证的费用 以及其他一些 没有在合同里标明的费用 也就是说 这八万多人民币呢 基本上已经是最低最低 不能比这再低了 你要再加上我刚才说那些呢 那恐怕十万都不一定能达得住 所以说给我十万元 还你个九百八十万 这个十万基本是个底线 你要再想往上一点呢 那个有各种各样价格 咱们打开网站就能看到 就是美国的月子中心 他接待你 你还是就美国人嘛 可以做总统嘛 你在美国苏生的 就可以做美国总统 就是选举 对谁的 这两个月 所以在两个月 再加一个月 出业子 我们成绩三加二加 二加一 目前我们现在 就是目前 我们是收的是十六万 再往上一点十几万 好一点二十几万 最贵的呢 现在网上有 八万一千八百美金的 那大约等于人民币五十多万 说这月子中心 那就住五星级的公寓 说是NBA巨星 科比布兰特 也在这公寓里住 都这个待遇 反正那就属于 等于豪华形的 就总而言之 我们看下来呢 就说 如果你要是去美国 生孩子这一趟呢 大致平均花费啊 就高了低了一勾呢 大概二十多万人民币 当然能花得起这个钱的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这个社会精英啊 白领啊 会计啊 律师啊什么的 等等 反正都是收入高的 好呢 你要一般老百姓 一年工资 加花了花 加起几万块钱 你肯定干不起 去美国生孩子 花不起 沉重的背包 忐忑的心情 2011年秋 马女士夫妇二人 踏上了富美产子 这条陌生的旅程 经过13个小时的背景后 精心掩饰的他们 顺利通过了入境关头 来到了美国洛杉矶 一家华人月子中心 马女士夫妇每人每月 要被收取一千七百美元的 活力费 而丈夫陪同 还需加收一千美元 如此计算 马女士代产时 每月就要花费进 两万元人民币的 实际费用 而在孩子出生后 由于增加了婴儿护理费 月子中心的收费 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每月到达三万元人民币 除了月子中心的常规花费外 孩子出生后 各种儿科检查 和为先生儿办理 种类范杂的证件 也都使马女士夫妇 有种积少成多的吃惊 最后一算账 马女士此次旅程 总共花掉了 仅十九万人民币 而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这已经是较少的花费了 那么一看 花费不低 那咱就得琢磨琢磨了 说是好处就是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那么美国这个公民权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咱们刚才说 美国这个宪法呀 是1868年 做了这个修订 然后第十四条里规定 只要在美国出生 不管你家妈哪 你就算是美国人 这叫落地公民权 这个落地公民权 世界上呢 少数几个国家才有 美国就其中一个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 连通过这个方式上美国去了 那么美国这个公民权 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咱们细把他分呢 获得美国国籍呢 大致你得从教育 就业 权力 福利 四个层面来分析 从教育上讲呢 你要是美国公民呢 先享受13年义务教育 咱们中国这不是现在是 6加3呢 5加4 9年义务教育 它是13年义务教育 而且呢 美国人上美国的名牌大学 费用要低的多 也容易的多 就不像中国这边说 我又申请又什么的 可能到美国读名牌大学 费平大计 人家呢 不费多大计 美国人 而且在学校里呢 美国人非常容易申请到奖学金 还可以申请到助学贷款 这都比你外来的留学生 要容易的多 所以这是教育上的好处 你再到就业上呢 美国有专门针对美国人自个的就业培训 免费的去培训你 帮助你找工作 而且有一些行道呢 只对本国人开放 不对外国人开放 保护性就业 所以这是就业 在通权力上呢 你一落成的就美国公民 美国公民呢 180多国家免签 你出去溜达玩啊 办事啊 还有业务往来 都非常方便 再一个 美国公民你只要满21周岁了 你就可以 假如你父母不是美国人 你是美国人满21周岁了 你可以申请吧 父母 移民到美国 可以申请绿卡 有这资格 而且办起来也不是特费劲 所以你看这是权力 最后福利上这一块 很多人挺羡慕 这个福利包括多方面 你比方说呢 你只要是连续十年交税 有交税记录 它的底线呢 是每个月最少交50美金的税 你只要连续十年 每个月不低于50美金交税 有这记录存在 那好 等到你退休以后 就可以每个月 从国家那领取 700美金到1200美金 不等的退休费用 你就琢磨琢磨 你一个月交50美金 一年才多少 一年你才交600美金 假如十年呢 你6000美金 1万美金 可你退休以后 每个月都能领到700到1200美金 说我要是没有十年交税记录 那也不要紧 国家等你退休以后 每月直接给你发补助 就不是退休金 补助大概600多美金 你想你没有交税记录 也给你600多美金 这不很合适吗 再一个从医疗上来讲 就是你只要退休之后 你不有十年交税记录吗 退休之后呢 你再上一点保险费 很少一部分 你就可以看病不花钱 都美国国家给你买单 再包括住房 住房这块呢 你只要一退休 进了这个老年人公寓呢 你就可以以市场价35%的价格 把这公寓买下来 成你自个儿来 剩下的部分国家给你补贴 当然这里边也有这个 在民生上政策有多大倾斜 咱们国家现在一个劲的发展经济 很多民生方面的事啊 正在一点点提上日程 没有美国人照顾的周到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这么一分析 你就知道 为什么有的人花大价钱 跑到那边去生孩子 其实就是对美国的公共福利 社会服务 以及社会环境认可 电影中国合伙人 讲述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 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 只有在一个地方 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美国 年轻人 夫亚 夫男逸 很多人甚至将赴美生活的梦想 延续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于是 他们决定打造 American Baby 而电影最后却讲到 当你到了美国以后 你会发现 美国并不是完全如人想象 那般变底黄金 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争取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在这端盘子 他高兴的时候会给我一些零钱 不过是所有人弄了最少的 我们来美国干嘛 如此将自己和宝宝未来的筹码 压在一张绿塔上 真的值吗 那么咱们但凡所有的事情 有一例必有一弊 有这些好处 他也会有不确定性 就咱仔细你把这过程梳理一下 发现呢 也挺冒险 为什么冒险 首先一个呢 美国人不做月子 你没听说哪个美国产妇完了 我做月子 没有 做月子是中国人特有的 那么这个做月子在美国呢 是中国人经营一些月子中心 说白了 这个在美国是不合法的 这种月子中心都是违法的 可能被人举报了 上车 快点 快点 就等于他在美国公商部门 是没有注册的 或者以其他名义注册的 所以你到美国去月子中心 生孩子去 这个里边好多东西 不受美国法律保护 他这些月子中心 也有意地规避一些义务 所以你一旦在那出现侵权呢 或者这个欺诈行为 你很难美国法律去保护你 因为毕竟是很多妈妈在一起住 你可能他满足了你 他可能满足不了其他妈妈 就是妈妈之间的这些 这些小问题肯定还是存在的 毕竟这么多人在那边 有的月子中心真的就是 在国内说的非常好 但到了那边住的也不行 吃的也不行 然后包括他们的服务人员 什么都很差 然后导致妈妈 到了那边临时报佛奖 然后再去换其他的月子中心 这个情况是有的 结果我身边的人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去之前 所有人都得打听好了 这文武当当呢 你别碰着那不良商家 骗你一下 你在美国遭了罪 那可是惨了去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什么 就这个孩子呀 你在美国生 你俩不是美国人呢 那你得把孩子带回来 一般是孩子出生完一个月 就回来了 那么回来之后 这个风险就跟着来了 你落地是美国人了 这孩子是美国公民 不假了 可是呢 你回到国内 你要假如这孩子是美国人 那跟咱们这个义务教育对接 就费很大的劲 这些年呢 赴港产子的后遗症 已经看出来了 跑到香港生孩子下来 我说最后爹妈呢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是不是香港人 或者不是美国人 还得回到大陆 有的是为了在大陆这边呢 挣钱 所以很多人呢 虽然是移民的 或者到国外生孩子 还跑到自己国家 回来在这挣钱 所以孩子跟着身边 这下问题出现了 你不在香港 或者不在美国了 你回到这 你这个户籍 不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户籍 那么这时候入学 就非常费劲 你怎么办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